罗马书 罗马书是保罗书信中最长也最重要的书信之一 保罗曾被称为大树的扫罗 是法利塞人中的犹太拉比 他热衷于研究摩西律法和犹太人的传统 并把耶稣和他的门徒当成一种威胁 但后来复活的耶稣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与他相见 并拆派他做使徒 代表耶稣向圣经中被称为外邦人的非犹太人传福音 因此他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使用保罗这个名字 走遍古罗马帝国 向人们传讲复活的王耶稣 并带领这些门徒组成一个新的群体 就是教会 保罗不定期的写信给这些新建立的教会 帮助门徒兼顾信仰解答他们的疑惑 罗马书就是其中的一封书信 是他在宣教生涯的后期写的 通过使徒行传可以知道 罗马教会已经成立了一段时间 里面有犹太信徒和非犹太信徒 罗马皇帝葛老丢 曾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驱逐出罗马 大概五年后 犹太人才被批准返回 其中也包括犹太基督徒 但他们回来之后却发现 教会的习俗和惯例 已经与犹太传统差别很大 由此引发了很多冲突 保罗还在的时候 罗马教会就分裂了 人们对如何跟随耶稣分歧很大 对于非犹太基督徒 是否要守安息日 是否要守犹太饮食规定 是否要受割离等问题 争论不休 因此 保罗写这封信有几个目的 他希望这间分裂的教会 能从实际出发 考虑再次合一 他希望罗马教会 能成为宣教的阵地 因为他要继续西行宣教 一直到西班牙 这些情况促使保罗在信中 对福音做了最完备的解释 他宣告说 好消息就是关于耶稣的生 死与复活 这封信由四大部分组成 但却是一个整体 系统地探讨了福音 保罗说 福音首先彰显了神的公义 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人 实现了神对以色列的应许 所以福音是教会合一 在罗马书上集 我们会探讨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内容 保罗一开篇就介绍了自己的使徒身份 被神拆派去传讲耶稣的福音 耶稣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 他从死里复活 显明神儿子的身份 他也是万国的君王 耶稣呼召全人类 都来接受他爱的统治 保罗说 这个关于君王耶稣的好消息 首先彰显了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信他的人 其次彰显了神的公义 保罗说的公义来源于旧约 慈意丰富 他描述了神的性情 表明神行事永远公平 正义美善 而且神是信实的 会公正的履行他的承诺 保罗说 耶稣在世上的工作 向人们显明了神的公义和信实 那是如何显明的呢 信中有一段很有创意的附属 概括了创世纪第三章到十一章 万国都被捆绑在罪和自私的漩涡中 保罗说人的心思意念都是破碎的 我们远离神 去信奉崇拜偶像 这就意味着人把被造物放在最高的位置上 投靠那些神之外的事物 这样的结果就是人性遭到扭曲 道德行为败坏 最终人类在公义的神面前被指控为有罪 对此以色列人可能会说 幸亏神从列国中拣选了我们 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他赐给我们律法 比如安息日 饮食规定 还有割礼 这都告诉我们 作为神圣洁的子民该如何生活 但是保罗说等等 他回顾了摩西五经和旧约其余部分的内容 指出以色列人历来和其他人一样 恶贯满盈 崇拜偶像 而且道德败坏 保罗说 事实上 以色列人犯罪比外邦人还要多 因为他们有律法 理应知道如何做得更好 所以保罗总结说 所有人 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在神面前都是身陷罪中 无力自拔 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神的回应就是关于耶稣的好消息 耶稣不是来审判世人 而是以弥赛亚救世主的身份 来到世上 成为赎罪计 代替所有人死 耶稣以人的形象承担了人类为这个世界带来的痛苦 罪和死亡的后果 他又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所有的痛苦 罪和死亡 并让人也能得到他复活后的新生命 耶稣成为我们的样式 好让我们能够效法他 成为他的样子 保罗说 这就是神让信靠和相信耶稣的人称义的途径 称义 是保罗笔下另一个含义丰富的旧约词汇 他与神的公义相关 字面意思是被宣称为公义 通过耶稣替我们所做的 我们在神面前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神不再看我们为有罪 而是宣称我们与他建立了正确的关系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称义带来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信靠耶稣的人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 称义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未来 让生命进入到一个被神的恩典所转化的旅程中 所有这些称义的结果都是神的礼物 赐给那些因信活在基督里的人 随后保罗在第四章探讨了前面的内容 对加入神立约之家的人产生的深远影响 他回顾了创世纪第十五章中亚伯拉罕的故事 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之前 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成为万国之父 万国将因他得到神的赐福 可当时他和妻子撒拉都以年纪老迈 一直没有孩子 但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深信不疑 所以神便称他为义 因此保罗说 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新约之家的祖先 这个家族正在向全世界扩展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他们对弥赛亚耶稣都有同样的信心 正是耶稣实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现在先停一下 来看看保罗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所讲的重点 就是理解这封信其余部分的基础 所有人都陷入罪中 无力自拔需要拯救 人想靠遵守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 相反 神的公义促使他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 来拯救世界 所以神可以创造一个出于亚伯拉罕 又基于信心的多种族家庭 作为神的新约的子民 之后保罗将展示这个新家庭 如何属于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如何带领他们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这些问题将在罗马书第一到四章的核心思想上继续探讨 罗马书 在上一集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保罗是谁 他为什么写这封信 罗马书第一到四章的核心内容是 全人类都因陷入罪中而毫无指望 需要被拯救 人无法通过遵行旧约律法获得救赎 神的公义本性 使他要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来救赎世界 所以他建立了一个源自亚伯拉罕 以信心为基础 多种族的大家庭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 在罗马书后三个部分 保罗将进一步阐述前面的观点 千万要记住保罗对因信称义的讨论 这指的是当人相信耶稣为他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又死而复活 那么他们就被赋予了全新的身份 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他们属于一个新的家庭 成为与神立约的亚伯拉罕的后代 他们的生命得以更新 有了全新的盼望 保罗想告诉读者 这个事实将重新塑造我们生命的每个部分 归入这个新的家庭 意味着我们成了神透过基督的灵创造的新人类 保罗回顾了圣经中出现的第一个人亚当 这个名字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人 亚当和他的后代都选择了犯罪和自私 所以每个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因此我们都成了罪的奴隶 最终都会死亡 接着保罗对比了亚当和耶稣 他把耶稣比作新的亚当 一个忠心顺服神的人 透过耶稣的牺牲彰显了神的爱 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礼物赐给人 好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能被称为义 因着这份礼物人改变了生命 耶稣由此成为新人类的领袖 在第六章 保罗提醒罗马的基督徒 选择跟随耶稣就意味着脱去亚当的旧生命 进入耶稣的新生命 受洗就象征着这种神圣的改变 他们的旧人与耶稣同死 新人则与耶稣一同从死里复活 所以当一个人信了耶稣 就是与耶稣的生命联合 耶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 当人们接受了自己在耶稣里的新人身份时 他们被释放 得了自由 成为真正爱神 爱临舍的人 保罗在第七章提问 如果新人类被创造是神的心意 那么神为什么还要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 就是妥拉 请注意 保罗使用律法一词 有时指的是摩西五经的信息 但更多的时候 它是特指神通过摩西小育百姓的数百条律法 这些律法在妥拉里都提到过 保罗在这里说的律法指的是后者 那么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保罗说律法中的诫命是好的 表明了神希望以色列人照此生活的意愿 但是阅读律法书时会发现 以色列人违背了所有的诫命 他们领受的诫命越多 就越多的重演亚当的罪行和悖逆 尽管神赐给了百姓具体的道德条例 也无法消除人心的罪恶 结果这些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反倒让我们的罪更为明显 但保罗说 这个矛盾正是关键所在 神的目的是让人清楚地认识到 人心已被恶所劫持 尽管律法是好的 他却无力解决人犯罪的根源 然而保罗在第八章中说 靠着耶稣和圣灵 罪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解决的办法在于 律法就像放大镜 人类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 以色列人身上 但如今 以色列人的代表 弥赛亚耶稣 已经用他的死和复活 偿还了一切的罪债 现在耶稣已经把圣灵 赐给了这个新的家族 改变了人的心灵 让他们可以真正地实现 律法的呼召 就是爱神和爱邻舍 更重要的是 神更新人的生命只是第一步 他更大的计划是拯救并更新所有的受造物 使他的爱充满运行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可以看到 从第一章到第八章 是一长串的思考 但这也引出了其他的问题 如果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 那么保罗的那些以色列同胞 因为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当前到底处于什么状况呢 神对他们的应许又会如何实现呢 在第九章开始 保罗说自己为那些 不认耶稣是弥赛亚的以色列同胞而痛苦 由此引出旧约圣经中 以色列人的惨痛历史 他提醒说 单凭以色列人的血统和亚伯拉罕的后代 并不会让一个人自然而然的成为 圣约家族的忠实成员 保罗告诉我们 神历来如何从亚伯拉罕的后代中 拣选出承受应许的人 他指出 现在承受应许的是那些选择跟随耶稣的人 他提醒我们 很久以来 无论亚伯拉罕的后代还是外族人 都没有人遵守神的旨意 他提到以色列人和金牛犊的记载 以及法老的悖逆 从中可以看到 神有能力利用人的悖逆 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 第十章 保罗把重点转到当时的以色列人身上 许多以色列人拒绝耶稣 是因为他们错误的把自己与神的立约关系 建立在守律法上 但是很可惜 他们没有认识到 神是通过耶稣 创立了一个基于信心的新约之家 所以保罗在第十一章提出 将来神会不会放弃以色列的问题 答案是 不会 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 很多犹太人都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虽然仍有很多犹太人不承认这一点 但神能借着这些人的抵挡 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 福音会在外邦人当中传播的更广更快 亚伯拉罕的后代也会更加昌盛 成为一个多种族的大家庭 保罗用一棵巨大的橄榄树 来形容立约的家族 那些不接受耶稣的枝子会被折下来 同时那些像野橄榄枝的外邦人 则会被嫁接到树上 保罗说 总有一天 耶稣会被自己的百姓所承认 他没提这件事会如何发生 但他相信神的本性和承诺 神永远不会放弃跟自己立约的百姓 由此进入本卷书最后一个部分 别忘记整体的大结构 如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 成为被神的灵所改造的新人 神由此实现了自己在古时的应许 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彼此合一 成为教会 这是对神的应许唯一合理的回应 保罗在第十二到十三章中表明 教会的合一是出自信徒的彼此相爱和宽恕 有了爱 信徒在教会中会乐意运用自己的恩赐和才干 彼此服侍 爱也意味着谦卑和宽恕 当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耶稣里时 发生冲突在所难免 唯有竭力付上宽恕与和好的代价 才能修复关系 这正显明了基督徒最伟大的美德 爱 爱神和爱人如己 就是完全实现了旧约律法的最大诫命 在第十四到十五章 保罗特别关注了几个造成罗马教会种族分裂的事件 信徒因犹太人的饮食和守安息日的规定发生争执 保罗表示 遵守这些条例不能表明人是否获得了耶稣保险的救赎 面对这些看似重要却并非本质问题的文化习惯 信徒即使有分歧 也要学会彼此尊重和接纳 这样爱就能为教会带来医治与合一 在书信的结尾 保罗举见了菲比姐妹 她是坚格里教会的主要带领人 她有幸负责传信 甚至是罗马教会第一位朗读这封信的人 在书信的最后 保罗向许多久未见面的弟兄姐妹们问安 哇 现在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封信的每个部分结合起来 就像拼图一样完美 这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这就是罗马书的经意